大家好,我是阿泰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尊一世童子县的黄莲镶 当然你叫黄莲镇也行 它是1992年有两个镶合并建立的 所以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镶镇 有着天然仰巴,绿色画廊,三针四戒,方祖之镶的美誉 距离县城童子县有60公里 就黄莲镶在童子县而言有八个之最 一是平均海拔高,最高海拔有1900多米 平均海拔也有1400 那么现在我们视频中这个位置大概是1600米 第二是地域面积广 第三是居住人口最少 全乡12个村39个村民主只有2000多户 不到1万人 四是基础条件最弱 五是工作条件辛苦 年平均气温只有13度 最低气温零下11度 全年雨雾天气有300天左右 凌冻天气有80天左右 所以说很多朋友们问我贵州什么地方适合避暑 现在我知道答案了 黄莲镶这里就是最合适的地方 六是生态植被最好 现在黄莲镶属于四级自然保护区 森林覆盖率达到了你们想象不到的94% 拥有林地7万多蒙 但是这7万多蒙里面起码有4万蒙是方祖 我们从视频中也不难看出 它没有很大的那种植被 这些山上基本上全都是方祖 现在正好是当地大量采收方祖笋的季节 如果说你是做相关方面的生意 或者说自己想采一点这种祖笋吃 大家不妨去这个地方看一看 很多的朋友也让我帮忙留意 这个B属的好地方 这个地方你还满意吧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 记得收藏一下 来年夏天的时候 可以到这里来看一看 而且这个地方周边的旅游景点也比较多 你看这个山形也知道 整个山下的峡谷一定是水源丰富 如果就单说避暑而言 这个地方我认为是避暑 最好的避暑乡镇了